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 king 剛才我怎樣開麥克風 有什麼事 在說新聞前有什麼被告呢 要解答一個問題 有些人 保健方的媽媽 就是以前捐過錢給中國農村送書下去 農村的就有修圍了 有人問我現在捐錢得不得了 現在捐錢得不得 現在就不用捐錢了 又不是保健班的同學 又不是FIDA班的同學 又不是前一式班的同學 又沒有捐過錢的 現在你來想讀 我又可以去人簽你 那就交4800元學費 就來捐一千零八十幾個學生意 如果以前捐過一百多元送書那些 有雙修條件都不用交這個學費 這個是比較深奧的學問 即是說我們去天樂地貓開了 我們回到農村幫助自己的國家發展 但那些年輕人很擁有 有些人捐幾套 有些人捐一套 有些人捐十套 即是他的心意 因為他能不認識我 他主動捐錢 對我們的信任 既然你有那些心 他要做我的善恩 又對我們的信任 如果有學生學班 將來有一期忘身 那我就不收你錢 這個就是因果的反射 即是你先有因後有果 很多人如果有一個錯誤 我發達了 我做好事了 即是你先有果 發達的果 然後才做好事的因 如果你說你們捐錢去農村 中國農村送書給農村 我就去學學班 那你就不是有心去做好事 你是為了來學學班 才捐那些書給人 是兩件事 完全不同效果 那現在你想報告 還得四千多元學費 你說捐一千零八十幾公司 但要解一解 為何要捐錢給東華三年呢 和那些送了書的人 我又不收學費呢 因為那一千零八十元是很重要的 我們不妨要透露多些行為的法則 我個人的修圍是整套的MD字 是全部用宇宙本身的大宴章 用那個因果力去做事的 所以叫你一千零八十元呢 因為你去了東華三年做了幾個好事 是幫人去醫人的 那你用那個因果反射的力呢 令到你去學到一個衣術去幫人的 特別將來用那個時候是這樣的 即是中巴德巴 中柳德德 那多拿為什麼一定是零八十元呢 有些人問過 一百零八的數我們快一千零八十 那有一些特別的秘密就不說了 說少少吧 你將我一百零八擺在一條數上 很多條數 講回一條數 每一天你有二十四個小時 二十四小時你乘三百六十五日 再乘一百零八 那你得出那個數來呢 就加上一零八 它零二十時出來 大家可以按計算機按一按 還有一條數很神奇 我先發了十幾日 那些不說了 那些呢 就說它在一個數上一個相認 所以我到現在在世界很多不同理解到 例如說你一副啤牌 有五十二隻 就剛剛就是這個五十二個星期 我檢數加上三百六十秒 很古怪人 還有就有很多個數字 在一個數中 在一個乘住壞胸的世界 在一個因而果佈的世界 它疑似回應是很精密的 整個宇宙是一個透明的流離體來的 以為無影一生 也不是一塊氣 總之你一個色路 或者這個心怎麼想 都有一個因果的種子 所以在佛學的高深的菩薩癢呢 用個心界呢 動心來都犯了 想到那個犯界是很難搞的 所以前界很難搞的 扮官真是假的 哇 那我想一下那個靚仔 那樣的我有嘴 那個嘴呢 那個比較輕的 那個是一個不靜界 就是說你的思想不清淨 你沒有行為 但是你都可以懺負 但是你要覺醒我的心 不能靜念 就是你有邪念兩人念 或者你知道自己的心念 一定是不夠的 但是所以是很難辭的 我們用這個數字 就是借宇宙這個有相 就是有一個形狀的世界 它就有數在那裡 等於你如果讀書 你是一個物理學班 有一個實驗反射到那塊學生 很多數據是設定了 你說為什麼呢 是不可以解釋的 它的宇宙是這樣的 那我們現在認為這是有數字 那那我讀書 我是郝成基問一問 那你叫我平時 坐一些散眼 散子 那我們是不是 圈的時候都是108 不是的那些不用 那些不需要 因為你那些個人行為 現在我這個數字 就是涉及我駕你的方法 那時候呢 我和你之間幾個組合的商業 我拿這個數來起一種神秘的商業 就是它的數字 就是它的數字 那是很特別的數字 那另外呢 下個星期我們有一群節目 我一會兒會錄下一些小小的開場話 就是下個星期四大家會看到 二十年前我在香港電腦訪問 阿珍智華訪問 今時今日的訪問呢 效果一樣 就是那個訪問涉及六四的 今時都涉及我們那個燦姐 有輪圖 但是我們香港是很和平的 還有我們有一段 就會放在那個特別板上 再重複放回那個友善電視台 幫我做了一段壞談 我主持過自我 壞談 壞談 這個呢 我們整個國家要發展 首先我觀念要清晰的 要清晰 如果你不清晰呢 你就只可以做普通人 世間的人是少的 就有幾個範疇你不清晰 對神偽的看法 對宗教的看法 對政治的看法 所以我希望大家聽到 下一個清晰就播到 可以寫一些文章 如果寫得好的話 有獎品 有獎品 你們要寫了 有那些翡翠的獎品 我們一會兒的中場花說 有一段介紹 我當年在中國裏面大學成立一個科學體力研究院 大家看到當日出席的有袁寶華先生 袁寶華是鄧小平時代最年輕的經濟部長 因為朱鴻基先生跟他很久 差不多在國內說他是朱鴻基的老闆 另外有兩個中宣部的部長 副部長 一個是徐江春 一個是徐維成 後來徐江春做了港電局局長 中間宣傳部副部長兼港電局局長 後來他做港電局局長 他做了河南省底的書記 最近那些貪腐他都做了從事所的操縱 但他推了 他都做了他的工作 當然我們這個道德科學研究院 是補充新的時代 我們得到一些中央高層的領導同意 所以說要延善馬克思的利率 還有當年他們要求那個共產黨 那個道德標準也太高 全部要奉獻學雷鋒精神 學招如錄 我們是人領 不是審 所以現在你在改革開放要調節 那個道德標準要調節 成立這個年度 我們成立之後做了一個最大的工作 就是由英國瑞士歐洲地外大學 請了大學校長來 我們在北京開了一個 在新世紀的年代青少年的收入問題 是很多歐洲的大學校長來 是第一次的 將來也有機會拿這些資料給大家看 是不容易的工作 當年是有關閘閘當中的消息 因為這個涉及一個很大的意識文派工作 我們成立支持 當時都禮物上跟李藍青同志打他一個招呼 嘴頭上 一個調給李藍青分本大學 做了一些工作 給大家介紹大家認識 跟著還有一個值得欣賞 貓女 首帮值得欣賞 上一集我看了印度美女趙信心是肥胖 她胖了 現在正肥胖了 你看到藝人每一個階層 我年輕到成了家之後掉不回 她還要做少許工作 但她在印度有一種風造很奇怪 如果你做妻子的人嫁了人肥 她說你嫁得不好 沒福氣 那些交通過就嚇嚇了 就說你懲罰家拍攝我走出來瘦瘦瘦瘦 有一種壓力 在上流社會上 那有什麼特別 新聞當然是這件事 田兆保良中央的清算 她是搞錯了 我不可以去中央清算 炒油嗎 不可以去中央清算 你和你講甚麼 最應該去清算 最應該去清算 她說她是自由黨灰 她說她是自由黨灰 但你不可以去中央 她是自由 這個挺搞笑的 她是挺笨的 是吧 自由黨灰也沒有意思 說我 馬雲說得挺好的 她在香港青年 她參與田兵民眾 就是因為她的感覺 全磅 我們上兩集都說了 那些學生都看不到出路 是吧 所以她的馬雲都看得到心最清 有了 打一輩子都買不到磚頭 那你怎麼看呀 全民眾這件事等了 啊 就是這樣 都蓄她自己來講 忘記了要聽聽話說這件事 那你劈牌不拌就OK的 但如果你說想拌政治管治 就很笨 不是她想不拌 現在是被人抄襲的 嗯 Beeon 原理啊 Beeon 她 衝後藝術說了她的心底話 但她不只說一次 她的心底是覺得不適合她的意思 她不懂得說話 你衝後衝一次 她說的那個目的呢 是叫梁振英考慮前清 她是很軟轉講的 但實際呢 其實想她立即下台就最好懶 對吧 不過她是軟轉一點講的 但她忘記了一件事 我看她昨天我剛剛有看電視 就是她接受訪問 她說她忘記了她的一個政業的身份 是啊 忘記了 她在北京的時候 她就會想到自己的一個政業的身份 在香港她是一個自由黨的黨魁 還有是香港立法會議員 那大家就看到一個人很難戴機的腦 是很好的 你又忘記了她去戴上網 是吧 是吧 警察都沒有 你去之後又要拿政治牌坊 又要做雞 那些都玩了 這些呢 就是看到第一個層面 就是做人來做投機分子 那些小聰明是很難搞的 不要說了 你戴進一步都好 特別在政治立場是很清晰的 那有些報紙就賣得不好 他們賣得不公道 這個不可以叫做中央簽選是不公道 那你們怎麼說呢 因為你參與別人的組織 是有formity的 有decadation 你遵守她的那個職責 等於你做律師都要去師公會 或者你入獅子那一副社會會章 那你做政業有個規矩 要遵守什麼就遵守什麼 就等到第幾章 因為你違反了一個近大常委的權益 所以你就不適宜再做這個委員 不是要清算你 那等於你入黑社會 是吧 像黃子三雞頭五 那一副政権徒弟的嘛 那你違反了一個安規 那你加法就是正常了 所以他們說中央政權是馬黑的 但是看到一件事就是他們香港人是不適合搞政治 不適合搞政治 政治在太平盛勢你可以抽一下稅 無所謂 但是去到有問題出現的政治鬥爭時間 共產黨不可以讓他們抽搐 他們要表態 所以你不是以為我只是做政業特大 就享受那些民資民高 他們每年翻開的是我們老百姓給錢的嘛 國家給機票甚至招呼那班大哥的嘛 那些錢哪裡來的 社會錢來的 他真是共產黨那部機印出來給你 是吧 那你就吃豬紅摸黑市 連插發就舉手 是吧 因為工法很難吃的 你參加政治團體 你真的要爐親不認下去的政治立場的時候 共產黨是沒錯的 我沒有勉強進入我的組織的嘛 是吧 你看完章程 是吧 千方百計進來埋堆的嘛 有些還要花錢去做政派 全國政派大的嘛 有些捐赤的 台底子也有 你小機的兒子 這些是他們做生意正常的 那你入了一個組織簽的那個名 給了一份規程你看 那你違反了嘛 你自己申請到螺絲釘嘛 阿耶菲奇利有前進的啦 那你退後退後怎麼會突然 所以它中央沒有做錯的 它說你清算這個不公道的 你一就不要玩它那套遊戲 玩這遊戲你一定要跟著它玩的 這個田北總是沒有政治智慧的 他們沒有的 他們都充了二十年水了嘛 二十幾年啦 差不多要做了一對 家裡有個前面的走出來 拉一瓶瓶 我是會者 你看看全國政協 那些委員 香港區 有些真是不似人軍嘛 不似人營啊 那些人沒有緊貪 不是那些人軍啊 軍啊太給面了 那你田兆就跟你倆在一起 他沒有想過有失身份 對不對 他們沒有想這個問題的 所以以前香港的那幫世家是不出來的 真的不出來的不出來的 香港的那幫世家是避了水的 沒有逃出來的 他都此以為伍嘛 你和你迫在一起 對不對 因為他回去開會是很嚴重的 你看人家都在坐 人大代表坐的椅子 那些椅子 他那次算你坐得不安寡嘛 怕你黑暗睡的嘛 坐完椅子都很痛的 但他基本上開會 你老婆人 上面找到鬼坐著主席代表 你老婆人來老婆人來老婆人來 你一斤咀哨的 你老婆人去撐到第四了 哈哈哈哈 很難接近的 好了 他還看到他的先生 沒有正義照的 還有陳寶聰 如果你要梁振英落臺 不是這樣說的 這樣說他不省人的 你說梁振英貪污收臺底錢 這個要等英國澳洲過去 但高德明都不下台的 他死撐嘛 在外國打公司 排氣搞來搞去 說阿飄 你打完做兩銀都沒打完日本 他連銀都沒打完還沒下台 我還沒狂逆 沒狂逆你說我有罪嗎 是不是 不可以爭 爭錢不爭呢 到現在 你還是打離港公司 下本台的 田小雄就不認識我了 如果認識我又怎麽說呢 我已經簡單了 你們聽著 現在我都說 我用我心理諮詢師的身分 我 梁振英 我不是叫他下台 我叫他看心理醫生 在中間政府叫他回到心理評估 為什麽呢 凡是在外國 一去到這個層次的人 就算你做保安局長 或者是做到一個級數的官員 立即要你評估的 我的名字 我被你 廣經 我根本沒收拾了 廣經 你一收拾了 你一袍就收拾了 你一批就很奸 你一批就很奸 如果保安局長收拾了 下個jek 曼雞了 那一批就不賠了 特首要評估的 現在我們根據幾件事 田北准害的事 他想下台 我們根據幾件事 因為最近他憑劉鎮英的壓力太大 因為很少 第一沒有人支持他的社會總體的階層 他不支持他沒所謂 他還可以憑他這種聰明的人 那些廣賽的廣道 說萬四元以下的工人 沒有資格投票有提名權 在民主社會是不行的 就算我拿宗教也有權投票 在民主選舉 是不是 因為你那些蛇蝦頂床不用到處請 人家說話也語無論詞 第二劑他更大劑 宗教和體育界是沒有經濟價值的 第三 又是大劑 全球的外國勢力參與香港的撐車運動 但是珍玉成馬上回應他 他說 梁先生看到了 他說 我珍玉成看不到 又見到外國勢力參與 接著梁振英升級 這是一個失控的群眾運動 現在香港竟然失控了 是吧 又定系油彈嗎 又搶劫嗎 又放火燒車嗎 是吧 既然他這樣一個地區領袖人物 是連一個評估心思熟慮想你的人 他這麼聰明的語言藝術 他不應該說錯這些東西的 他都說錯的 我懷疑你梁振英 有思覺失調症 中央政府 共產黨 你有責任 為了保護香港人的安全 你應該叫他回中央 進來一個心理的評估 暫時要停職 因為他想錯的東西 混蛋 不是叫他下台 只是評估完才 所以可不可以用這個人 郭先生的體驗 就不是叫他下台 為了國家安全 香港安全 這個人要做一個心理的評估 我們有個專家身份 我有個牌子的 我弟弟 要不要拿個牌子給你看 不是可以根據這個時跡體驗 是不會這樣說錯話的 你為何會說民主選舉 你一不說這個身上 沒有資格投票 你一不說這個身上 你一不說這個身上 沒有資格投票 你一坐牢就有權投票 搞到是嗎 搞錯的 那些是 打人針 這樣打的就是 亭不盡 你叫他不到國台 你貪了他 都會不會打公司 他們這些白粥之潮 死而不僵 在這裡瘋子就可以了 如果我還不記得瘋子 大哥 應該是危險的 對吧 看個問題 那 那 介紹一下幾隻 那 上次 你很可愛的東西 不是 上次我說過 我有一隻左船 大家看過的小隻 大隻有些網友就見過了 我那天網上很大隻的 今晚這一對 右船 左船在這裡 你明白嗎 安仔 一隻左隻右的 剛剛一對 一隻左隻右 這個 一隻左隻右 小的 這一對 就是余龍署長送給我的 這個 這隻 我忘記了 收藏 收藏 這個小的 左船 這個 是左船的 這個小的 這個很稀有 我還有兩隻 第二個品種 不知道放在哪裏 我剛剛找到這些 因為多的 你有多少 不是 人家找一隻都男人 好 左船拿的算多了 就是不同民族來算 是男人的 是男人的 好 問問題 嗯 那麼 阿東啊 剛才已經說了 趙忠那邊的東西 但是 董建華說 政府口提交這個文情報告 不論是釋出善意的這件事 你怎樣看呢 他可以不提交嗎 即是可以可憐香港人 是工作來的嘛 社會有反彈 是吧 有責任要寫完那個 為什麼要反彈呢 你要很儒實寫 不可以偷工減 你要寫 因為中間政府怎樣去定政策 他都瞭解不到文情 如果你不寫 不如你印一張報紙 你印一張假報紙 給中國發行 即是國民國時代 你印一張報紙給他很細看 兒子印一張報紙 如果中國人也不支持你 支持你 是吧 是吧 還有董建華出來也會死 他何德何能還有社會存在的架石 他害到香港人 那些人就老到 人們為何無恥到 不知自己 是最無恥的人 還要獻死這個社會 董先生 要不要我拿證據出來 所以當年金門風暴最危急的時間 全世界的航運都很穩靜 你要擔心 要擔心那隻船 這公司 你憑什麼東西都擔心那隻新船 你怎樣出賣香港 你也不能拿到那些訂單 這間公司 你當人傻眼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全世界的航運都不穩定 他想到他可以訂單 新船 他們有某個大的國家 你賺了好處 出賣香港這個賺樣 你給他合同做 他錢錢也不就要訂錢 打你股票 你是不是跟你那招 要踢蛋 你別懂 你這個賺樣 然後就當蘑菇人 還不懂 九樓那些人很難 很厲害的 這真的是 香港人真是無運的 你英國人裝蛋糕 裝成這樣 老毛那樣 就是第一項特首 要你看他迷惑都不耕 要搞一堆局長出來 委任制 文擇制 問你老毛 哪個局長試過任何持職 對呀 你猜你那些暗打橙四肢軌 就等你不要在金銀三驚耍就對了 第一個問題 另外一件事就是無線的記者 被一些撐警人士打傷了 怎樣看 你們怎樣看 抵打還是不抵打 現在市場很負負人 有些是抵打 有些說不肯抵打 很過癮的 那他那些什麼反正東達人 不太差就說他抵打 搞撐警人那些人就說不抵打 不抵打 不抵打 他們搞錯了這件事 他不知道站在那幫警察 是手軟腳軟的 他打算有些人做維持秩序 不會被人打 他的記者不醒 他明白嗎 整幫傳媒都很不醒的 他又不知道 衝突那時站在中間 他那個反正中大聯盟 和撐警察的那幫人 和戰中那幫人是不同的 那幫人是有 那些撐警的那幫人是有理想的 雖然他是有理想 有知識沒有實際 但是他心都是善良的 希望他的社會好 但是這幫撐警 大聯盟 反正中大聯盟 那幫人是政治的工具 那些有些紅衛兵的味道 那些記者走過去 他又不懂得問我們 他又不懂得問我們 穿過一些服裝去過 是不是 穿過一些服裝 但是 真的 在那個地方 你要穿過一些隱蔽式服裝 一撞起來 又不合周身選 整套遠慮夾在裏面 是啊 穿過遠慮夾不可以 這個不是犯法的 大佬 撞過來等那幫周身選 你對付這些人 他們傻地性不夠 但是拜登結底 你是好事的 警察 執法不要來 是破壞了香港的傳媒新聞自由 另外 他們也看到 由這些土共 中原班之流 來香港做那些工作的人 那個組織能力 和他的動機都是非常頑皮的 那就是 中間政府的威信 就被下面的馬仔 日日削一些 就削一個共產黨 沒有人受威信 用這些馬仔 不可以的 一個人想著 為人費收 柴巴巴 扯了月之五星旗 扯著用紅旗 打紅旗 不可以的 那我大陸 一個老闆 本來就是無陰押 他就搞這些 那你不坦白說 那他就被自己人 一路削又分 阿爺不出一聲 不出一聲 沒有聲音 不出聲 你不可以說與我無關 找鬼信是甚麼樣 越來越黑 第二個問題 今天有沒有問 為何立法會留會沒有法的議員 沒有法的議員 這個你要問問鄭道成大哥 你有一條立法會主席 你不出席 不應該每年議員不出席兩天 扣薪費 有那麼多會議 不出席扣薪費 你出席扣薪費 這是市民的錢 總之你不出席兩次開會 扣了你一個月薪費 你不出席一次扣一半 一到兩次上都扣了 過月為無量出 當然了 我們市民的錢益 等著 超過幾次之後 連那個做滿期的時候有什麼獎金都取消了 這不是公道的 大哥 贊成 為什麼我說 就算你不支薪資 我們那時候提出那個議員無量出 就最好了 什麼人會做呢 就算你接受了委員 你不收人工你都不可以實證 是兩件事來的 這是你職格來的 沒有任何情況之下沒有理由 很多錢 第二個問題 浪費了文字 多茶 有網友就問 你對習近平搞文化助談會有什麼看法 這個好事 因為他搬了很多世界的明珠出來 都被人慘了去看 很多 即是很多漫漫的書都看 代表了在思想上更加開放 更加開放 但他忘記了一件事 你這樣口頭開放 你找一把口開放不夠的 他想進步要開放 要開放報禁 開放報禁 開放報禁 但不容易的 像蔣天改台灣都很像開放報禁 似 似 台灣都很像開放報禁 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 美 還要開放報禁 還要開放報禁 但現在中國都是沒有文辦報禁 全部都是公辦的 看習先生這個武器 或是初初他應該是民間和官方 是不肯定手辦一份 但有可能投資是危險的 當然劉先生就做了一份報禁 因為那個輿論監督是很重要的 還有你有文辦報紙 你才有創作自由的 你問你座談會 每個人看著總書記說什麼 在寫筆記 每個人登記筆記 意見是接受 行動是招救 他想行動不照舊 他都不敢 怕你語言入罪 說錯話 寫錯本書都死 他們的座談會 想不到一樣 他被鬼佬耍你 整個漠儀的創作 可以拿到諾貝爾獎 你看他的那套書給他獎 通常這些代表本書 是嗎 他被鬼佬耍你 他被鬼佬耍你 特地弄個鼓勵 讓你出醜 那本書不肯看得到 看得到 看得完之後 都不知會學到什麼 被鬼佬耍一轉 我就是被鬼佬 所以我們不肯參加 被鬼佬耍進去 美國那時候 有幾間大學我推薦一些人 譬如說有些人年輕沒有讀書 但是他做工廠 在他的行業上有成就 我簽名 我簽過幾個 簽名說推薦這個人 簽個博士學位給他 明明博士學位給他 我也做了幾個 簽名 我推薦他 但是我們都要很實際 這個人有才華才能給他 但是那些鬼佬耍是這樣 那些人就做工廠 那些人就做工廠 等於他那些時候 周刊整理了 沒有黃之鋒 那些這樣的小波拜 那些人就搞你上面出醜 人家會不會看到 你說要學習你 或者平台 你玩你 那些人就做工廠 等一下說出了這些小醜 是啊 他故意做工廠 他很懂得讀的 就是這樣 有問題 那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 對大陸未來會不會有些什麼改變 做到就發達了 做到就發達了 中國人現在做到就發達了 依憲事局 整個司法制度來改變 前幾天人民日報還登了那篇文章 禁止打抹著 對 對 做到整個社會是穩定的 即是聯邦政策全部 它們都分過很微細 整個司法體系 是一個很大的特復來的 如果做到 中國人應該要祝願它成功 也對它黨的威脅有幫助 而且又可以對共產黨的一統之下 更加會堅固了它的領導地位 即是大家都有遊戲不足版 但它共產黨叫開放布禁 就說你無論監督 就算你的制度做得好都好 但制度要用人去推動 如果人不變的 那你都會死 哪個監督你的黨員呢 他說到這裡 要講個監督的黨員 讀一篇給大家聽 那篇文章呢 是中紀委 是啊 這篇文章呢 是在中紀委的網站上寫出來的 它是來源呢 在10月24號 登在中國紀檢監察部 那個標題呢 叫做堅定則名 新唐宣偉書魏徵主 曾經講過 有一次唐太宋問魏徵 人主 即是皇帝 怎樣可以做到明察 有這個能力呢 怎樣做呢 就變成了分暗 魏徵就答唐太宗 牽聽多人的言論 則雲明策 專聽一人的言論則昏暗 現在你問我們香港的國長 梁特首之流 他一個人的語言都可能不聽 他在這裏隨口說 說錯了 所以他心理要進行評估 中文政府要小心 這段對話在《知智通鑑卷1892》中 記載得更加詳細 魏徵亦都講到 適遙請問下問 即是說遙帝 故有遙知覺德與上晚 信明四目達謝聰 所以那些古靈清白人就不會騙到他和弄閉他 從此王二世偏信趙高 變成出現了望而之禍 梁武帝偏信諸義 變成有了台城之慾 徐陽帝偏信如世姬 於是發生了貧城復之變 事故做領導人要堅定廣立 則所有的下臣就不會弄閉到你了 而下城得以上通 唐太宗聽了之後大家讚賞 這段話的大概意思就是從朝遙帝虛心去問人問 所以有遙的惡行 即是那些惡行小小事他都能夠聽到 信帝就堅持命廷 所以周圍那些帝牛鬼蛇人都不能夠騙到他 所以我們做官要多聽一些情況 多聽一些意見就可以避免了和防止了災害的發生 我們的傳統文化領養豐富 各級領導幹部要善意從中吸取做人做官的有同獻戒 就是堅定則明 堅信則暗 即是其一 堅定不是走過場 不是走形式 要善意傾聽各方面的話 包括讚揚的話和批評的話 提意見的話 甚至帶賜的話 這個是一種氣道 亦都是一種包容 堅定廣立才能寧心聚力 這個是我們目前推進各項改革 實現偉大復興的需要 亦都是保持和發揚黨的優良作風的需要 你現在處理香港時報那些港澳班 中聯辦 包括那些做港澳系統工作的人 你這個中幾位燈在這裏 就不要只聽你們自己有的聲音 有空走去市場 等個的士都問一下 有空走去金鐘 旺角和羅灣 和那些小朋友聊聊天 就要了解我的銀情 就不要叫你們騙老闆 和外國勢力 為何香港沒有外國勢力 前一步做工都信基督教 為何你有信基督教 是批評教來的 一早就忍遞了 沒有邪惡 為什麼你有什麼傻子 講這些話 30萬個學校都是外國勢力 起雲上九個學校 就算你真的有 全世界沒有國家 整天都講到外國勢力 是很難彪架的 為什麼他們行無法打氣 如果又從外國勢力 走來買這些股票 你又叫人跟你包小上市 那就是抗擾你內政 侵蝕你的經濟 你這樣說是廢話 那就是草包 土控左棍保防黨 你經常跟馬爺爹 有外國勢力 你開槍就開槍 一聲講有外國勢力 總之你犯法 有他們清場就搞定了 中場休息 大家聽花水先 以及為了 有中秋 有中全部的副副長 許光天 有國家教委長組的成員的基金組 有中興利基金會的副主席 劉奇人組 那麼還有香港價值工業發展研究基金會的會長郭教銘 監督 好 這裡有這個 我經常很負身 我們國家的黨經理學們給我一個機會 參加這個中國人民大學讀的科學研究員的工作 跟參加這個其他的大學 我們過去在西家的歷史發展上 很多國家他們根據他們不同的情況 他們有他們宗教的度的 有他們商業度的 有他們經濟度的 沒有國家的主義 沒有國家的背景的不同 我是根據我們中國 新中國請了後 我們呢 穩住理性的黨政府 他們替我們中國人們找到了 就是我們應該逃進路 現在 今天有這個度的科學研究員情 它表現了我們中國黨政府的開明和理性的改革 讓我們中國重生在文明方面 找到我們自己應該有一個度的標準 不是根據其他外來人的 大概給我們一些觀念 所以 我今天更加感謝蘇惠星顧家 他提供了很多機會給我做我的祖國 做一些好的工作 我相信將來我離開這個西家的時候 什麼都大不講 我是幸安從未跟我講的 我今天跟你們大家聊天 希望我們在中國東京領土上 在很多專家們的領土上 把我們人們帶來 凝聚的目標 跟文明的方向 謝謝 現在由中國人民大學到的科學院長 徐勿昇爾同志 授予獲章的選手 謝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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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講了幾分鐘給我讀書一點妥當安慰劑成為是你的藥的時間是怎樣的呢 用安慰劑療法的機制它核心是你那個病人一定為虐脈手術 或者療程去舒服他的痛痛 那個痛症或者癒好他的疾病的信念病 對福元的深度信任或者確定感的 是這個病人啓動了那個治療反應時最重要的一半 我們利用前一次所講的那個強大的身心連結 病人開一個大腦保一處給一個特定思考過程不快的區域 會釋放了天儀的胎儀是巴菲律的止痛劑來的 這種能夠舒緩悼痛痛的痛楚神經 相應神經的前途物質就是魯內飛 魯內飛比最強力的海樂鷹都要強大四萬倍 在我們人體上可以指導你痛的 一個身上開始形成癌腫瘤的病患者 會開始產生白血球間素二和光療素來消滅腫瘤細胞 身為DNA的產物身體能夠在每個細胞內製造抗癌藥物 並在突然之內去跟隨癌症會自然消失的 只要你那個病人知道如何啓動釋放他們的過程 這種啓動過程是信任和自信和快樂 所以我們常常強調大家有癌症一定要有信心和開心 同時這個又能夠引發安慰劑的反應 你要在醫藥局買這些藥 可能每一次要浪費你四萬美金 但是這些魯內管的藥物成功率是不到15%的 但是他們這些藥的副作量非常嚴重 可以毀掉你的免疫系統和種下了日後三病的種子 包括cancer 即是市場上的cancer藥 有這個無病的 15%的成功率一般來說 比普通的安慰劑後應所能夠達到 都還要低 即是你不醫不成就開心就成功 你和買幾萬美金的藥 和cancer是很分別的 任何一種藥廠生產出來的藥物 你的身體都有能力製造 即是全世界哪一種藥物 你的人體都可以有能力製造的 人工製造的藥物只有在你的體內細胞 擁有可以接收這個藥物 所含有化學物質的接受器時間才產生效果 如果你的身體排斥那些藥物是沒有效果的 這個就意味著身體都能夠製造這些化學物質 否則這個接受器就不會存在的 你的身體知道怎樣去正確地製造這些藥物 亦都在一個最完美的時機製造出最正確的劑量 身體自己的藥不需要花我們一毛錢 而且它們沒有任何有效的副作用 另外一方面 化學做的藥物非常昂貴 而且是不正確 亦都不夠正確 此外 它們這些產生的副作用 通常比用來治療這個疾病更加嚴重 更不幸的是 估計有35%至45%的處方藥物 對上治療的疾病很特定的效果 大部分的正面效果都是由身體自己的治療反應直接造成 或者由安慰劑效應所引發的 醫藥的治療本身並未發揮太大的作用 所以在古代我們飛達醫術 如果有相公那麼好 你就喝水休息 什麼都不搞 它自己會好 但開心最重要 特別生鏡頭的 有時尚你會好 還有你一定會快樂 好 下一節繼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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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